我叫Kelvin,今天是OSHA2的活動 我們的主題是建立Kubernetes的ID 作為開展的Equip3 Equip3就是一些cloud的ID 今天Petalh是特別的解決建築物 是Red Hat的同事 會解釋一下Equip3是甚麼 建築者去做一些計劃的ID 給建築者使用,謝謝你 我先分享給你先,那個host 麻煩Kelvin 我變了一個host,應該是正在錄的 我不需要按任何按鈕 對,應該是正在錄的 是的,正在錄的 OK,我分享的螢幕 OK,事不宜遲 多謝大家的加入 以及多謝Kelvin邀請我來分享一下 這個也是我第一次跟OpenSourceHK的接觸 都很榮幸,有機會去分享一下 今天的主題最主要是講Equip3 有人讀Equip3,有人讀Equip3 其實我都沒有分析出來說 你怎麼讀的 我上網聽別人說,有人讀Equip3 外國人,但是有些拼音 或者有些Dictionary 他又讀Equip3 Anyway,Equip3 如果說什麼都好 我就會讀Equip3 我跟一些影片這樣說 今天就會最主要介紹 就是這個OpenSource的Project 它是什麼呢? 最主要就是它是一個 一個Cloud Native的Ide的平台 如果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新聞或者業界 現在越來越多這類東西 譬如說GitHub GitHub 或者之前Microsoft 它有一個叫做 一個叫做Resource Studio Online 又或者又改了名字 又改了做Resource Studio Cookspace 然後又不知做什麼 又變了去GitHub 現在就變了GitHub裡面有一個 我不記得Cookspace和Workspace 那它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一個Web版的 是的,它經常改名字 Microsoft這些東西 那當然今天就不是說Microsoft那個 但是今天說的那個題目是很類似的 因為它們都是做的一樣東西 就是提供一個Web-based 或者是Browseer版本的Editor 給Developer去做一些Coding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待會會講解一下的 那最主要今天講解這個Product 就是叫做Equip3 Chain 就是For這個Purpose 那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Peter Ho 那其實我是在Red Hat裏面做的 一位Socien Architect 那Red Hat其實就 現在分成兩個Technical Stream 可以形成一個就是專體的Platform 就是傳統的Red Hat Linux 或者Ansevol 那我就不是看那些 我就看另一部分 就是App Development 包括就是OpenShift Connect Platform 就是Kubernetes、Kubernetes、Kubernetes 然後一些DevOps的Tools 有人進來 按一按 對 還有一些Middleware 那也講解了一些以前的Background 給大家知道 那也給大家認識一下自己 那我之前是在Microsoft香港做CSA 即是靠信心Architect 那最主要就是看Azure的 那之前也有一些少少經驗 那我比較擅長一點就是NodeJS、JavaScript Java那些我都會四下的 那就是有不同的經驗行在OpenShift 或者Kubernetes方面 不同的Bicca 那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那大家多點加入 如果有什麼問題 你都可以去留意義 或者是開個CAM或者開支麥克風 跟我講都可以的 不用等到最後才去講的 因為都是希望是一個 一個互動一些的Disccussion 那好了 講解這個EGIPshade之前 首先我們都要understand一下 究竟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或者當初這件事 它產生出來的原因是 在解決什麼問題 那你可以看看 這些以下的問題 可能你們都有遇到的 是什麼呢 那第一個是經常遇見的問題 如果大家是一個Developer的人 或者是開AppDev的工作的朋友 你肯定都會遇到這個問題 無論在大項目也好 小項目也好 就是說 為什麼你的Program在你子部機裡會活動 但是又去到別人的部機 可能是你的同事部機 或者可能去到一個DEV場 又或者是一個的UAT 甚至是Prolution 上也不成功 那這個所謂 It works on my machine 這個基本上已經面臨了一個 IT界的一個藉口 那些人說叫做 即是台灣曾經有一個Blog Post 列出了一個Program 其實最常見的藉口是什麼 那第一名 每個人都認為就是 It works on my machine 就是一個經常的藉口 就是去隱瞞自己的Bug 或者是這樣子 即是說笑地說 那這個是一個True的事實 這個不是一個Developer想發生 或者是故意令到這樣發生 如果大家都知道就是這個原因發生 就是因為隨著時間的變遷 那你做一個環境好好的東西 但是你因為可能要視某些東西 或者你要加一些東西進去 慢慢地環境就跟原本那個已經有出入了 而這件事呢 在每個人手上都有不同的出入程度 所以去到最後 譬如你要做Merch 或者你要做Deployment 為什麼發現應該是我的Word 你又不合理呢 這個問題 那變相有什麼畢病呢 就是你很難去Troubleshoot 你甚至乎一些人不願意去Troubleshoot 那你Troubleshoot就是要慢慢地找回 究竟哪個Conject不適合 原來發現原來是有一個Environment Variable 原來是由A變成B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但是那些這麼細微的東西 在OS也好 或者在APP中收得很近的 那你去找回這個Drift其實是很複雜的 所以花了很多時間 那所以呢 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還有第二件事 就是除了是存在的地方進化 那你見到右手邊有一個圈圈 那這個圈圈是說什麼呢 這個圈圈是說業界的報告 我忘記錄了我的記憶 不過是有報告的 其實就是說 平均一個新的同事 或者他剛剛進來做這個Project 就是Newcomer 去加入這個Project的時候 他平均要花多少時間才可以 你能夠結合得到 真正可以結合到 真正在這個Project上有些 有些資料 而不是在處理一些 設定 或者是一些 困難的東西 那你見到平均其實也要 每天都尺寫了 至少一兩個星期 那如果你公司或者你們 那個客人的環境 或者你們的環境是 很多Developer 出出入入的 或者一個Developer要管很多個Project的 就是這樣 那變相你去如何儘管 這個Project的環境是一個挑戰 就是一個挑戰 是甚麼呢 就是尤其是大家在工作從家 現在可能在一個疫症之下 那大家未必可能在公司 在桌上做Coding 或者做Development 那可能拿著Laptop 那Laptop有可能很多款 那變相你 譬如你有資料搜尋 可能你到處都會控制下來 那問題就是我作為一個Security Team 或者一個Governance Team 我如何去確保你的Developer 或者某些User 其實他不會亂說控制Source Code呢 Source Code其實可能是一些IP 一些知識財產 又或者可能是一些Sensitive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屬於金錢 即是屬於金錢上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知識產權問題 那我怎樣可以確保就是 就是一個Manage環境 或者一個Control環境 所以我的東西全部是有鎖 又或者是我不會讓人亂 可以Clone得到一個任意 或者是怎樣做一些Clone 或者Copy工作呢 那這個是另一個關心 那怎樣去解決這些問題呢 那先說我剛剛第二的Security 那很多Existent的一些 User或者Developer 或者一些Architect的人 都會想到我可不可以搞個VDI 就是用VDI 就是用VDI 那我VDI 那我全部人的Development 我就Nock in 那部VDI 就是remote control 進去 然後就做一些Security 固定在那邊 然後關掉一些Good Policy 又不可以做這些 那樣 這個是很可行的 但是變相就是Resource的Overline是很大 還有你要去Main的VDI 是一個很高成本的東西 無論是人手也好 或者Investructure也好 那我們有沒有一些Lightweight的東西呢 那這個是一個要做的東西 那去到第一個問題 就是我怎樣去確保整個環境是Portable 而且是Consistent呢 我要做這件事情 就是必須要解決就是那個Reproducibility 就是可重複性 可重複性就是我有一個機 我去到第二部機的時候 我可以有些方法可以Clone一份出來 而這些Clone一份我不是說一些HardwareClone 我不是說一些很長的Clone 那我要設定出來 所以我每一部機台頭機 和同一部項目是要一樣的 所以那些Developer的工作是一致的 那我們看看這個圖 那這個圖是哪裏呢 或者是這個板 那我們這數個項目 你會看到 這堆都是Developer會用到的東西來的 在這個Development上 那包括就是Source Code Project Source 或者Dependence 其實Project Source 可能通常大部份的朋友 都會放在一個Git上面 BD是一個Git盒也好 GitLab 什麼都好 總之一個Git 那你會用Source Control 你覺得呢? 那Dependence 就可能你會放在一些的 或者是NPM檔也好 或者是NPM檔也好 就像Penet Adoptation 那些什麼東西呢? 你會增加Dependence 那你建設或者你要建設的時候 才會進去 那這些都是一些Reproduceable的東西 那有一堆東西就比較難 Reproduce 譬如一些Ide的設定 他本來就是做Versioning 他本來就是做Reboot Deals 或者做Mavon 你每一次運動它是一樣的 但是剛剛說的 其實他沒有這些東西 你要用一些很人手的方法去做 那再難一點 有些甚至乎是幾乎不可能的 譬如說什麼呢? 譬如OS 你可能是在行一些Web Server Apache也好 或者是一個Java EE的Tomcat 或者可能是一個JBOSS WiFi這些App Server 那Database Database可能你也要試的 那可能你屬於Mogodb 或者是MySQL 那你哪個Database有些Data Database有些Config的 那這些你要確定 每一個Development都一樣 就是開頭那些一樣 是很困難的 你可能要有很多方法 如果你不是以前就好像剛剛說 就是你整件事就是用VDI包住它 但是變相你的Cost 或者Managing 還是很高的 那現在我們看到就在那個Industry 無論是Open Source也好 或者是真的一些大公司也好 都越來越多就是做一些叫做Ide as a Service 或者將一些Development environment 就變成Code 就是以這個XXX as a Code 這個概念最初就可能是來自一些 例如Configuration as a Code 譬如ANSABLE這些工具 然後再來就是Infrastructure as a Code Teraform 或者可能是一個AWS CloudFormation 這類這樣的Tools 那你見到現在開始 就是這些東西都慢慢地變成Code 包括Ide的設定 或者整個環境在內都可以變成Code 那這一點就是 Exactly就是Eclipse Chain可以幫助你做的事情 你簡單點想成可以說 我最初有一個VSOCDCode 然後那部機器 除了VSCode之外 還有一些Database Binary Dependency Source Code OS設定 等等等等 我們全部就通過一個YAML的定義 就全部定義了 就給一個Decorative的一個File 就是YAML這邊 那一會我會說這個File叫Depth File 然後你所有的設定 每一次爆出來的File 這個引擎 VSCode 它也是會根據這個YAML 它是會幫你PoVision 所有的東西出來 所以你可以分析到 就是我同一份Code 我PoVision的東西 每一次都是一樣的 無論是for A development 或for B development 都是一樣的 那這個是File of Egypt 而它本來的目標 就是去解決 剛剛那個所謂的 你這部機器 我這部機器 我這部機器 最大的問題 那你見到這個 首先這個不是一個 這個其實它是很像一個VSCode 但是一會也會看到 其實它是來自另一個項目 叫做Egypts Faire 但是給大家一個明白 其實它的樣子會是這樣的 待會也會有些demo 給大家看看 Egypts Faire 可以幫你把剛剛上的東西 再通過 那個Depth Faire 那個Configuration 或者那個 YAML檔 全部都設定好了 那你設定的時候 或者運動這個Environment 就變成一堆Controller 然後就在一個環境上運動 那它是基於什麼環境呢 它是必須要基於一個K8s的環境 K8s的環境 K8s可以是一些 你DIY的K8s 或者可能是 OpenShift 或者是一些 Public Cloud的K8s 也可以的 AKS 總之是一個 K8s compatible 一個Version 的Cluster 就可以了 那為什麼它會用K8s呢 因為它是會做一些 Dynamic的Configuration 的Deployment 所以其實它是 這個Egypts Faire 其實它會幫你做一個 DynamicConfiguration Allocation 所以它背後呢 必須有一些 Configuration 的Orchestration Engine 去幫你去生一些 剛剛的ID 出來 所以它底下 要基於K8s 是一個這樣的原因 究竟它是怎樣運作的呢 我可以進入更多的 技巧的細節 講完這部分 我會有一個 Live 都希望大家可以有更多的理解 或者是 看得到實質的環境是怎樣運作的 所以我們看看這個圖 這個圖 其實是 取自於Egypts Trey的 官方的Document 它這個是一個很 我覺得都高級的 也挺完整的 architectural diagram 我們首先是 在頂上看 這個 你看到一個搜尋 因為這個 其實也是一個 Web-based ID 所以 閃了面 就是一個搜尋 那些用戶 又會在搜尋 通過URL 到來 其實它是會去哪 它是會去一個 個人Egypts Trey Serve Trey 其實有兩部分 一個server 和workspace 那server 其實就好像一個 大佬的形式 或者一個controller 的形式 或者是那個UI 就是那個admin console 那DU10 它就可以選擇 它一個選擇 我今天想是 開哪個project 那哪個project 就有哪些的configuration 然後我就可以 按個start 就好像public cloud那些 你開vm的 按個start 那它就會幫你start一個workspace 出來 那這個workspace 其實就是抽籃 那抽籃 其實下面有很多的component 包括有ID 還有一堆plugin 有一些extension 去鑑回去 VSCode 的一些tools 有debug server 有那個run time 可能是JVM 或者其他人 那些run time 等等等等 那這裡就會這樣包裝 可以當作us一個k8s的pod pod 一個pod 就是一個workspace 那這個server呢 就是幫你去dynamic 去關掉這些workspace 出來的 那通常的做法就是 一個developer 就可能有幾個workspace 那他就走進來的server 就去建立 就是tap start或者stop 這些workspace 那可能每一個workspace 就是for不同的project 通常就是for不同的gip repo 可能一個gip repo 就是一個workspace 那你也可以設定 一個developer 只是給他開一個 即是怎麼做你怎麼做 那當你有多個幾個developer 譬如你假設有一個developer 有三個workspace 那你有十個developer 那他們就可以有三十個workspace 那三十個workspace 可能是for不同的project 有不同的source code 有不同的ID設定 不同的programming language 例如 run time 自處類的 那全部都在workspace 那他怎麼進來呢 那他進來必須要經過server 但是經過server 他必須要做organization 所以左手邊有一個叫做key clock 的東西 那key clock 其實是open source 一個sso的訊息 那他就可以幫你駁下去 比如說一些o-off的identity provider 例如open id connect 比如你想駁下去basewall 或者google 這類的東西 做organization 才讓他進去workspace 那可以 或者駁下去LDAP Microsoft AD 那類 或者駁下去customized data base 也可以 這個可以這樣駁下去 然後下面你就會見到 有一個叫做Plugin Registry 和Stack Registry 首先講講Stack Registry Stack Registry 其實就是類似一個圖書館 剛剛說到這些workspace 是有一些config 就是yaml 這些yaml 你可以自己寫的 但如果你想 一些101 或者做一些hello world的東西 你又不想寫 你又很想很快 有一個template 爆出來 那些template 從哪裡來呢? 就在Stack Registry 裡面來的 那Defat 它建立了一堆 Stack Registry 裏面有不同的 program language 的template 就讓你爆出來 你可以自己做一個 如果你想的話 但這個是比較進行 那Plugin Registry 是做什麼呢? Plugin Registry 其實就是讓你去把一個workspace裡面的東西 加一些feature 因為你看到 Trade Workspace裡面 有一個Plugin Booker 還有一個VS Code extension 那因為這個workspace 其實它背後是可以讀得到 Visual Studio Code的一些Plugin 或者extension 那這些extension 是哪裡來的? 那它就不是直接去 Microsoft那個VS Code的地方拿 那它首先會中間隔了一層 它夾了一層 就是這個blocker 就會跟這個plugin 去問一下 那這些registry 其實就是執滿了一堆 VS Code的extension 那些plugin的檔 那它的檔 其實就是叫做 有一個extension 叫做VSIX 就是點VSIX 那這些其實都是VS Code的plugin 那你怎樣加進去呢? 那你就要去到VS Code那裡 去下載VSIX的檔 然後寄進去registry 那你寄進去 那你寄進去之後 那你這個workspace 你才可以用得到那個extension 如果你不寄進去的話 就沒有的 那這個大致上 Data Store沒有什麼特別呢 因為一個伺服器要放些data 所以就有些 在K8S上有些PV Persistent Warning 不需要 那還有它有一個PostgresDB 在背後的 所以有一個Data Store 去儲回一些設定的原因 那底下 你會看到 這裡是基於K8S 那剛剛也提到 為什麼基於K8S 因為這個伺服器 其實它是大 不是這樣關閉這些workspace出來的 因為當那些users走進來的時候 它要start and stop 那會有效果 那誰去底層負責這個 的Position 就是K8S 那或者openshift openshift 其實也是基於K8S 所以其實也是一樣 這樣 那再進入一點 我們來看看 的細節 在一個workspace之下 其實除了剛剛說的那些東西 其實就會好像 實質上是這樣的 在K8S的上面 那那個workspace control 就是那個server 就是那個workspace 或者叫做這個trade server 我們叫做 那我就會通過K8S的API API的server 然後它就會request 就說 麻煩這個 K8S 或者openshift 那你麻煩因為我有一個 要開一個 要start一個workspace 或者stop一個workspace 麻煩你幫我 那一個port 那一個port 就會有 有不同IDE 又有不同 printin 又有one time 還有它底下有一個pv 就是儲回一些 IDE設定 那樣 那你見到每一個workspace 都是這樣設定 那樣獨立獨立 那樣 那樣式 那有這個環境 因為這堆都是一些K8S的port 所以其實它都是跟一些普通的container是模擬的 那你可以用一些K8S的measurement 去做一些production 或者做一些asset control 譬如說Network policy Network policy就是在K8S上面的一個config 去將你的software defined network做一些micro segmentation 譬如說原來你A用者是不應該assessB用者的workspace 你中間想拿到virtual那塊 我把握住了它 那你就可以用Network policy 或者你說原來UsaC這個workspace 只能夠去歐巴欄去某幾個IP 或者它不允許Inbound 那你也可以用Network policy去做這些control 有些像是AWS Security Group 或者Asia那些Network Security Group 有些少許相似的東西 如果大家有個人特別考慮的話 那Lobassess control 那其實就設定是哪一個人 這些都是基本的 還有resource quota 那resource quota 就是你可以設定每一個port 它實際擁有多少CPU 或者WRAM 就是你設定一個maximum down 以免它在open source 或者各個K8S上面 就取消了別人的resources 你可以設定一個resource quota 但是這些東西 這些都是基於K8S的東西 就不是Egypts trade本身自大 但是這個重點是什麼 就是因為現在是在K8S上面 所以你可以用K8S的東西 去做一個比較安全的 或者控制的環境 因為這些其實很多時候 都在operations team 或者architect裡面都會考慮這些東西 好 那就是IDE IDE 如果你看到這個圖 你會看到IDE是拆了出來的 它不是放在workspace裡 還有它叫做fair 因為在Egypts trade這個architecture上面 IDE其實是decouple 從workspace裡 換言之是什麼意思 換言之你是可以 technically 你可以整個IDE換掉它 但是by default 它就是用了fair的東西 fair也是Eclipse Foundation裡面的一個project 其實它做了什麼呢 其實它是走去VSCode的upstream 這樣就clone了一份 但是它又不是clone 它clone了一個editor 和extension的feature 變成一個fair 然後把它再open source出來 也將它變成一個cloud-based的一個 或者web-based的一個editor 或者IDE 這個就叫做fair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trade裡面 就會有一個fair的IDE OK 因為這個東西也是基於VSCode 所以其實它絕大部分的東西 和一個VSCode的experience 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我可以接近說是幾乎一樣 當然一些細微的地方有些不同 但是你按鈕或者那些feature 差不多都有在 你常用的那些會有在 譬如說一些VSCode裡面的一些autocomplete 或者它們叫Intellorsense ID 這些可以看到一些圈套 然後裡面可以有一個git的integration 可以讓你看回整個project 做一個search foo-textsearch 或者是一個documentsearch 也可以讓你安裝一些VSCode的project 就像剛才說的 可以在這裏建範圈套出來 去run app 或者打點command line 這些都可以做得到 那這一版其實就想說什麼 其實就是在一個workspace的project裡面 就再放大了 剛剛的不同 就是你可以再加很多component進去 譬如說你在一個workspace裡面 你除了你想只有editor之外 可能你原來裡面要有multiple的dependency 或者有multiple的intime 都可以 譬如我展示的一個例子 就是我在同一個workspace裡面 我除了run一個notejs的app之外 我裡面都再放了一隻mongodb的instagram 所以變成就是一個workspace 就好像變成了我一部抬頭機 它裡面有個notejs的run time 我run在這裡 有npm 也有mongodb裡面 但是它們好像變成一個localhost的形式 但是它是放在同一個k8s的project裡面 在k8s上run 你可以再複雜一點 你可以說我不是只有notejs 其實我這次還要再加上那個overgdk 我要再加上MySQL 我會變成有四個東西 都可以的 只要是你那個需要 還有你的project 或者你那個的需要 複雜程度有多高 但是這些都要你自己的customer 待會怎樣customer 待會會講一講 這個vscode的extension 剛剛提到 左邊也可以按下去 這裡有抽list of plug-in 可以讓你加入 但是你看到的樣子 跟普通的vscode有些分別 因為呢 好像剛剛講的 它不是直接向vscode的extension 那個sauce 拿一些 plug-in 它是會經過耳機的伺服去拿 所以這裡是一些 就是想成subset subset of thevscode 真的出街 public的vscode的extension 是甚麼來的 是甚麼來的 是不是有朋友有問題 原來沒有問題 是2000秒秒 不好意思 是 慢慢的慢慢的 好 然後這個就是個器屋 整個Egips tray 最主要的核心就是 剛剛說了 我們要將一個 developer environment 就變成一堆configuration 就是IBE as code 我稱之為 或者developer environment as code 它背後的核心 那個code 就是有個檔 叫Devr 其實它是一個 Yaml的形式呈現出來的 那它是怎樣呢 類似這樣的形式 那當然這個是一個 就是 就是 不是全部 因為 正常都比較 再比一個長一點的 這個畫面的限制 就展示不下了 那待會我會展示一個 展示的時候 我會展示一個 實質的examl 給大家看看 那在這個devr裡面 你會見到 就是首先它會有幾個section 那第一個section 就會讓你去設定你的project 那project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就是讓你去設定你的source code 那你可以有幾個的 因為你叫做projects 有exe的 那你可以是由幾個gip的report 都可以的 那 depend上你的需要 如果你說我不是gip 就是我可能是一個seed file 你也可以去設定一個seed file 那你就給它 URL 即是有public 或者public 總之 2gip在link 就取得那個seed file 就可以了 那大部分我會見到就是 那些人都是用gip 現在都是developer 都是用gip 就是做source control 好像在用sip sip sip都比較麻煩 那你可以寫下去 那當你寫下去 那當那個workspace一開始的時候 它第一步做事 就會在這個gip裡面 就是pull下來 或者空一份下來 那樣的 那第二部分 就是components 那components 底下 其實又是一個array list 所以看到一堆東西在下面 那在這裡其實可以 specify很多東西 包括第一部分 就是plugin 那你見到就是我要有一個 叫trade plugin 就是vscode的plugin 那id我就給了它就是java審入 這個其實就是 就是說我要這個workspace 其實裡面 要有一個java審入的jvm 那這個就是 剛好在這裡寫著 webhead provider 那當然你可以寫其他 如果你有其他的openjdk 也可以 那下面 那你就 有第二個plugin 有一個要support vscode有一個yaml 因為我是想有一個功能 就是在那個editor裡面 我可以寫yaml的時候 我有一些code hint 或者autocom的功能 那所以我就用了一個vscode 的yaml 的一個plugin 那所以這個是第二個plugin 那如果你有第三個plugin 或者第四個plugin 都可以加進去 那你只需要把那一橫 還有下面的行 就把那一份 然後改一份的tile 那個id就可以了 那譬如說我給我幾個例子 譬如我可以加 k8s的一個 command line的plugin 或者可能我要加 6js的plugin 那你可以在那裡加進去 那你需要 好了 第四個 就是下面那個 那你會看到 除了這個component 那邊有個tradebar 還有一個叫做doker image的東西 那這個doker image 就是有什麼用呢 你的作用就是代表 你那個container 或者你那個workspace裡面 有一些什麼 的run time 是幫你去處理一些 比如application 的build 或者execution 或者是depot 那些東西 因為上面都是plugin 但實質上你都要有一個 的OS 或者container 去幫你去做一些 command 所以你就要specify 那你就說 我現在要run 因為我現在走在java 所以我就要 用一個java11 底是reheadlinux8的一個 container image 去幫我做JVM 所以你會看到下面 有一些 一些java program 你會看到 home direction是什麼 Mathen在哪裡 就是這些東西 那你都可以設定 那你都可以設定 設定 那個environment variable 那下面呢 這個doker image 你還可以設定很多東西 譬如說 你可以specify memory limit CPU limit 它有沒有一些end point expose出來 譬如說 為什麼要exposeend point 譬如說 這個doker image 是在找一個mongodb 就不是JVM 那你mongodb 你也要有一個方法 連接過去 所以你也要把你的 這個container 就是mongodb 也要expose出來 所以你要在第六 你specify 你有什麼end point 還有另外一件事 如果你有需要 可以設定 persistent volume 因為這些都是container 所有東西都是基於kbass kbass全部都是container 所以container的特性 就是ephemeral 如果你有些東西 是想放下 即是當那個workspace 就是stop了再resist 或者是application 它死了再幾個時候 那些東西是persist 你就可能要拿一個pv pv就是這個volume 其實會用回 你kbass上面有pv的object 去保留你的data 那這個depth file 其實最主要 我們看到的benefit是什麼呢 其實有四大 就是第一個consistency 因為我們這裡 把東西全部變成code 所以我們基本上 就可以將它全部 做一個version 你可以想成 將這些抽什麼 直接都放在geat上 就好像一個sauce 那樣 如果大家有玩過jankins 那jankins jankins也是類似的 jankins也是 即是和cicb的tool 那jankins 有一個叫jankins file 那些人都會放在geat上 那這個也不例外 所以你看到這個 真的很有趣 這個trend 現在業界 基本上很多人都想把所有東西都變成code 將所有東西都變成一個standard 和consistency 我可以reproduce 我一些東西 那就是consistency 那其實這個基本上解決了 我們當初最初的初衷 就是那個 你部機 work 我部機型的一個問題 因為我每一次run 我都是這樣設定 那所以不會出現你部機可以 或者我部機也可以 而這個run這個動作 都是看到一個common的platform 就是那個key bias的platform 那所以是可以guarantee得到一個consistency 那就是integrate integrate 就是因為這個tools 它也是基於fair來做 那其實它也是很累近vscore的體驗 而且它也可以讓你博多的plugin 所以其實它也可以integrate 就是不同的developer tools 這個是站在developer的角度 另一個integration就是infa的角度 因爲這一招的東西都是在key bias上 所以它是可以用key bias的功能 又或者是可以放在一個private environment 在一個closed network 或者可能在public cloud 可能放在一些vpc上面 你可以做一大堆infa level的security control 或者是一些integration 那也可以的 這個simple to share simple to share 因為這個是code 所以其實我要share這個setting 其實我就把這些全部吸走 然後直接email給人 或者是放在一個gip裡 大家可以用 就不像以前 我要share給你 我要給VM 或者我physical 我走過來要給你 硬件 然後你就借招 這樣 現在就不用了 extensible 因為有plugin 這個剛剛也提過 好 那怎樣安裝呢 今天就不會展示 因為安裝都需時 但是有很多種安裝方法 那最主要 安裝呢 其實都是基於operator 那operator是什麼呢 operator其實是 Kubernetes 或者K8s 上面 近年來流行的一個 department model 那operator 其實想成就是 將一大堆 以往K8s 一些yaml的config 包裝在一起 然後就再有另一個config 去管理這一堆的yaml 那他管理的時候 他會幫你去安排 這個deployment的先頭 就好像有個manager 去管理這些deployment 這個manager就叫operator 所以呢 你去安裝這個yaml 因為他是基於operator 所以其實你是在安裝yaml 的operator 當你安裝yaml 的operator 你就要 製造一個object 叫yaml 的cluster 那一開始了之後 其實那個manager 就是operator 其實他就自己幫你安裝 例如 那個底下的 剛剛說的上面的圖 上面如果大家有記得 就是那個architecture的圖 所有的東西 就是這張圖的所有的東西 包括就是伺服器 那個work spaces 看看那些plug in registry restact registry keycord 那些全部都是operator 幫你安裝 那全部都是自動的 這個也是近年來 就是k8s想做的方向 而這件事其實就是 就是我們公司 Red Hat openshift 4 已經adopt了 就已經是在上面 就直接按就可以 所以如果在場有一些人 就是朋友在用ofenshift 現在用4的話 其實在那個ofenshift 那個operator hub 就按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是public cloud的朋友 那你可以也參考一個document 就是有一個document 就是有一個document 教大家如何在AWS 或者Azure上面 按照 好 那我show一show的demo 給大家看 那demo最主要就會是 高呼一下 就是end to end experience 就由 怎樣去建一個dead file 開始 然後就有一個dead file 之後怎樣去生一個work space 那生一個work space 今次我就會有一個demo app 那demo app是一個 就是一個guestbook的app 就是留言版的app 是由於unote.js和mobile.tv去做的 然後我們生一個出來 就會去試玩一下你的work space 看看它跟vscope的體驗 是不是很相似 那樣 好 那我就 stop了這個presentation 好了 那我show一show之前 因為我 我今天的demo 我的底層就是基於open shift 所以你看到這個畫面就是open shift 那 但是是不是一定是open shift 那不一定的 那如果你是一個k8s的底層都可以 那因為open shift也是基於k8s 所以就 今天就用open shift 作為底了 那這樣 那在這幅圖呢 其實這裏呢 是想示範些什麼呢 就是給大家看 就是當你deploy了一個ecapist trade 在k8s上面 實際有什麼出現了 在這個k8s上面 包括呢 就有 Poke有六個deployment 的object出現了 第一個就是operator 好像剛剛說的那個manager 去管理那個trade的cluster 那麼trade呢 其實就會有五部分 包括就是trade的核心 有trade的deployment 有plugin registry 有deploy registry 這樣 deploy registry 就是stepped registry 剛剛說的那個 還有一個progress SQL 給trade去儲存一些data 和config 還有一個offend的key card 所以你看到有五個部分 這樣 那deploy完了 好了 那我們去回 製作者的角度去看 是不是 那現在解決了 是 想問呢 那個 我看到圖 有一個sort cut是什麼 這個 哦 這個是open shoot的東西來的 這個其實按下去 有條link 我看到db就沒有 哦 db沒有 因為它沒有progress end point 所以就沒有這個 這些都有 我expose出來 所以就有 不過這個就是 這個是openshift 這些add-on feature 就是 這個意思 但是這個跟trade沒有關係 知道 知道 都ok 有沒有尾問題 看看大家 都看一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可能我講得太快 有時候 有沒有說要預算多少 給這個custer 給多少的話 其實就 document 我記得它有寫的 譬如這個版 它有個 測試過 但是它實質上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看看 但是實質上 要求其實不會太多 譬如我好像有這個例子 我可以說一說它實質在用多少 給你看 譬如說 這裏 描述 按下 document 或者 port 你見到 在這個 Namespace 或者Openshift 下就有這六個 批准 你看到 CPU都吃得很少 半個cord都沒有 即是一個 Idle 即是沒有用者在用中 記憶體也是 一擊到 就已經定得著了 實質上你要多少 其實是很depend上 你的用者有多少人用 即你有100個dopper 還是1000個 那越多人用 就會建議的越多 這樣 是的 但這樣的資源 就逐一劑殺 所以它就不算很大 好 我們回到 developer的代替 那現在這一刻 你假設我們是一個 developer 或者你假設我是一個 developer 那我是寫Node.js 那我通常會做什麼呢 那我當然就有一個 gip 那這次我就用gip 那在這裡我就有一堆code 那這堆code已經寫好了 那你會見到在這堆code 我會有一個file 在wood directory裡面 就叫做dev file.yaml 那我可以按進去 那我事先已經寫好了dev file 那在這個dev file裡面 我們放大一點點看 因為這個環境裡面有node.js 和monodb 所以我這個dev file 我希望做到就是 要有一個node.js的run time 以及有一個monodb 而這隻node.js是應該要 connect到這個monodb 而它們應該是同一個workspace裡面發生 就不是remote 那首先呢 我 specify一個project 給一個gip的URL which就是這個project的名字 對不對 然後component 然後component 按進去 好 實際那個node.js的run time 就是這裡 就是一個docker image 有一個node.js的東西 它就是來自一個container image 就是在這個rehead的registry create.io 那就是有一個chain Node.js 就是Node.js 第10個版本的一個image 那在這個image裡面 其實就有一個 已經安裝了一個node.js的run time 就是npm或者node的command line 就是這樣 那所有node.js的run的program 就將會發生在這個image裡面 那在裡面我就設定一些setting environment variable 這些就是一些setting 沒有什麼特別 那再來就是第二個image 有一個mongodb 這個mongodb 就底下是基於centos 但是centos上面就有一個mongodb 3.6的樣子 那下面就會設定一個setting 這個mongodb的username、password data base的名字 這些 設定一下 那所有mongodb的transaction 或者readwrite 都會發生在這個contain那邊 對 還有這個 因為是一個database 所以它要有precision volume 以防我reboot的時候 我都要希望就是 我那個db裡面的data要 保留下 所以我就給了一個volume 就給了一個pub 它就說這個pub 就要用一個pub 這樣 還有這個要expose出來的 那它expose出來 就要給一個endpoint 就是這個mongodb 它要expose到mongodb的port 就是27017這個port 這樣 這樣 但它不是pub 不是pub的意思是 它只是在那個openshift 或者kbass上面 可以expose到 這個意思 還有一個command 這部分我沒有說 剛剛 這部分我剛剛 剛剛在dat 沒有說到 這個是第四部分 除了第三部分 除了個project和求婚娘之外 這個就是第三部分 那command是什麼呢 那command呢 目的就是 做一些sort cut 給一些developer 如果你沒有command的話 那你進去那個workspace 你就要人手 人肉的打散所有command 那你就不能說 按一個按鈕 就直接運動 這個app 那如果你說想 給一些developer 或者給整個團隊 有個standard 去確保 每一次 run 譬如在noge.js的時候 它輸入command的input 或者command的param 是要一次的話 那你就在這裡 specify 那當你specify 譬如我這裡有一個command 這裡有兩個command 這裡有兩個command 那你見到就是run the app 那run the app 其實實際上 當個user按下去這個按鈕之後 就在workspace journal會按 它就會實際上run這個command 就在npm install的noge 就踢了一個app 那樣 在哪個directory 這樣 這樣 這個debug也是 那debug 就會是 就是用那個vscode的debugger 就開啟那個debug 就在929的point裡 就開啟那個noge.js的debugger出來 就讓那個vscode 或者那個editor 去attach 做一個debug的這樣 那你見到就有兩個command 請問Peter 是的 如果environment variable 是不是都在這個 上面那個action裡加 你意思就是environment variable 就是你想 retreat那個variable 還是怎樣 平時有些 怎麼知道 variable 嗯 path 如果你 設定的話 就不太設定了 這句其實 即是等同語 等同語 你其實把這句 蓋住它 即是等同你的抵頭機 你就開一個command line 就是run這句 但如果你想設定 那部機器 你就要去這個component 上面設定了 你會看到 其實這個command 其實它是哪個container 哪一個 其實它是一個 Node.js 的container 那這個其實 這個是refer 在上面 這隻 東西 所以如果你要設定 這隻耳裡面的 enrun variable 你就應該在這裡設定 那你叫做env 那這裡加到一空一環 然後 就是 變成name value 就會在這裡設定 ok 對 對 這個是java的 通常你會設定 java home directory 那些東西 那在哪裡設定 就會在這裡設定 對 對 沒錯 在這裡設定 ok 好 那我先繼續 好 那這個就是java 你寫了 然後就 commit 然後push 然後放上去 好 那當你放了最後 那怎樣呢 那其實呢 你就可以在 通常的practice 就會有個readmin 對不對 那readmin 你就可以在下面加句 那你就做一個按鈕 這個比較有趣 我就做一個icon 可以用的icon 那你就 按這個icon 其實它就會召喚了這條link 那這條link在做什麼呢 這條link就是我的trade 那個cluster 就是我剛剛在open source裡 放了那個頁 然後就在後面 就要說 麻煩幫我 補充這個workspace出來 但基於什麼補充呢 基於這個git repo 上面那個 這個path 其實等同於我這裡的path 所以當我run這個頁 其實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找一找這個 這個是另一個cluster 不過是一樣的 那當我run的時候 我要下引箭 那它就會load 那它就在慢慢load load大約可以load幾分鐘 depends on你的container 或者你的workspace有多複雜 不過我就不可以load 我解釋load完 那load完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呢 會發生在鍵盤上面 或者在open source 它就會生成一個name space出來 譬如說這裡 在那個code ready 那裡 或者這個pita hole chain 那你會看到有一個 叫做這個workspace的名字 那這個呢 其實就是 那個ide的環境 那個workspace 那你會看到底下 有11個container 有這麼多的 就是在這個port裡面 有11個container 那這些container是什麼呢 你會看到 剛剛那個mongle nookjs 剛剛你的plugin type script plugin nook debugger 還有其他其他的 還有一些build-in data 例如flare ide 就是vscode 畫面 trade的一些 authentication 那你會看到 整個整個事情 整個事情是 這個是under the code 但是建設員 其實是不需要力的 那你起完 假如這個run完 這個run一段時間 那你run完就會 lock in 你可以進來這個link 然後呢 你就可以去回這個 note.js的mongo 這個 就是我看到 綠燈一開了 好,按進去 按這裡 按進去 這樣按進去 然後去拌一拌 拌一拌幾秒鐘的時間 那你會看到 那你會看到 就有個類似 類似UVS code的介面 那你會看到 很有趣的 就是我每一拌進去 你會看到一些東西 是在run 的 因為這個 它有個好處就是 譬如你 下班 或者你第二天回來 你關掉了 或者你閉嘴了 你再lock in 其實它是會 persist 那個state 就是你不會說 我正在開 某些 document 你看到我正在開 或者你在打字 打了一本 你再lock in 過的時候 其實它都會去到 這個版 好處就是 你不需要 好像由頭靈 或者整部機 好像尼殺 那這個其實 在那個trade裡面 是做到的 那進來了 那我可以做什麼呢 其實就是 就是 拌句 當然 拌句我就去 這裏 如果大家用VS code的人 都知道 就是知道怎麼用 那我就選一個 試試修改某些東西 那我就修改一下 我的home page 那我就改 就不要賣Gasper 我要改成 Pita 那我選4 那我就可以做 又或者我是想再改一下 一個app 那譬如我是想在這裏加一些 那也可以在這裏加 那你會看到 當我打WAR的時候 你會看到那些 autocomplete 或者Intellisense 那些都會出來的 那你會看到 就是有這些東西 OK Walter 點Gap 這個應該未必有 Supposed 可以帶一些 訊息出來的 那這個autocomplete 也有的這個功能 那如果你想做一些修改的 那你可以在這裏設定的 preference 譬如你在這裏想改一個 字大小的 那都可以的 按Size 你可以加大一些字 或者縮小 又或者你想改一下 個style 你好像VS code 你想不需要黑色 那樣 那你也可以按下 下面這裏 按次能 color theme 那你會看到 這個dropdown 其實和VS code 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可以改成 白色 這樣 那也可以 但是你要記得 這個是全部都是爆發的 我不是真的 實際在開的 VS code 先改一下 好 那這個就是設定 那好吧 plug in plug in 這裏也可以在這裏按的 這個可能 剛剛 知道沒有到 suppose 如果這裏按了 其實它應該會顯示 那些plug in 如果你以為想加一些 VS code 的plug in 你可以按個install 就是這樣 可能不知道是不是 剛剛的東西停了 所以就 拌不住了 不要緊 好 然後之後 我改了app 那我試試 run 我們看右手邊 右手邊的方掛 那你會看到 其實是做那個command 剛剛記得 如果大家記得 我不是調整了兩個command 一個去run app 另一個就是做個debugger 那debugger它不會顯示出來的 因為我沒有下過 實際的command 就是那個工具 對 但是你會看到 run the application 就會顯示出來 那當我按下去的時候 譬如我先停了它 那我試試看一看 那它就會 package build 對 然後它就會彈出 它說它detect到我的app 在8080 開了出來 那我就可以按 preview 那你會看到我的app 就在這裡掃出來 那我reflash 你會看到 就改了其他classbook 就是你會看到 我的changer已經reflash 那這個app其實實際上 在哪裏找到 這個app其實實際上 就會在剛剛那個 11個container的位置 就在找到 你會見到 在這裏 它就會在這裏 有一個note.js的container 所以其實它的app 就是剛剛我的app 在這個container裡面發生 那我可以做 而且它也會 進入open sheet 或者create 上面 那它就會自動 起一個ingress的object 就expose一條route 那你會看到 這個route 或者這個path 是temporary 那我就可以試一下我的app 這樣 當我停了這個path 就會不成功 那它就會 問幾百歲 去生這個path 那我就可以試一下 譬如我可以試一下 叫做changer 是什麼 Welcome 然後就post 這個post 你會看到左邊 有些update 這個就是第一部分 那就是我的app 不好意思 我想問 它 建立出來的 那個component 其實是 什麼來的呢 就是 一個container 還是什麼 其實在這個case 首先 note.js 它沒有compile 一些東西 因為note.js本來就不是一個compile 的東西 所以 其實這一堆東西 其實它是 沒有 即它不是 生了一個新的container 它是 反而 就會在 剛剛 如果還記得 就是我還弄了一個 note.js的container 在一個workspace 裡面 就是剛剛在那個 其實這個app 在這個note.js的container 裡面 正在運動 它是適合同一個 note.js的 runtime 去運動 對 這樣 假如 譬如你是一個javaapp 那你的javaapp 會運動什麼 這裡就不是note.js 這裡就變成 這裡變成一個 譬如 java11 那當你去運動 譬如 你的springboot 那你就 那個springboot 就會在這個java 裡面去運動 這樣的情況 但實質上 實際上 實質上 製造當然不會這樣做 因為它現在是一個 debt test的環境 所以其實它裡面 一些 deployment 或者這個 測試 全都在那個workspace 裡面進行 而那個workspace 你每一次運動 其實它不會再再刪掉 格內的內容 因為所有的都是在 在存在的workspace裡面 它已經幫你提出 格內容 總之你看到就是 如果你要運動 就是Node.js的東西,你就會在這個Node.js裡面的container run 你要做一些Mongo的東西,就會在這個Mongo的container run 想問,如果這條Path給了第二個人 是不是看到的? 你講這個? 這個還是這個? 現在你開示著那個 這條,可以的 可以的 你看到我無雲模式是可以的 可能你會問我怎樣防止你這樣做 所以這件事你就要靠靠 靠靠在K8s或者OpenStreet 剛剛Depth那裡也提到一個位置 就是 我看見 Lewer policy 你可以進入Lewer policy或者Rove access control 這就是我其他container進來是召喚不到的 或者我接觸這個Path的時候 就一定要經過一些authentication才能進來 都可以的 但Depth就沒有這樣 OK 不過我覺得又沒什麼所謂 因為始終都是Depth環境 通常的Depth的環境都不會太離譜 通常都不會太離譜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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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in case 如果想要就可以做 好了 這個第一個 我試一下就是NodeJS Run 但我想試一個MongoDB 因為呢 你會看到我的資料放在MongoDB裡面 那我的MongoDB怎麼進去呢 其實你可以按這裡 然後他就看到有兩個container 一個NodeJS 一個MongoDB 那我就按Mongo 按New Terminal 我已經按了 首先就在這裡開了 所以你可以做什麼呢 如果我打印這個salescript 所有的東西就會發生在MongoDB的container那邊 所以我打Mongo 是有東西翻的 但如果我在NodeJS裡打Mongo 是沒有東西的 他會扣一下 因為其實它是兩個獨立container 但是它是同一個workspace 不難有趣 好啦 那我試一下 我想看看MongoDB 是不是真的放了Data 那我們首先登記進去 那我拿回connection string 好 就登記進去 Mongo 那就登記進去 好 那我就看看有什麼collection db.getcollection names 你看到我的collection 或者如果不懂MongoDB的朋友 其實這個就好像一個table 叫messages 那我就db.messages 然後然後find 就select all from messages 這個table 那你會見到 剛剛我的trentime 就寫了出來 那我再加一個 就亂加吧 我再登記一次 那你會記得出來 那所以你會見到 我這個notejs 某程度上已經 接到到我的mongoDB 那我接到的時候 都是同一個workspace 在那邊發生 這樣的情況 網告db就是這樣 所以你會見到 就是非常方便 好 那demo就到這裡為止 那都差不多 當然它還有其他東西玩的 不過時間關係 就未必輸了 那 但是希望都可以很快 展示給大家看整件事 就是怎樣運作 就是由Defile 到這裏的experience 然後就 run一個 就是不同的環境 兩個container 一個mongo 一個node.js 那樣 你不一定是mongo 你不一定是node.js 你開一隻java 加一隻mysicle 都可以的 好 那我看看大家有沒有問題 這部分 不好意思 已經過關了 希望大家都可以多點 特意 如果有問題 可以告訴我 好嗎 那我最後也wrap一下 嗯 請說 你有什麼問題 暫時沒有 其實一個問題 很低一點的問題 就是我譬如 按到refresh 的hotkey 會不會 炒了 你說這版refresh 是啊 我試一試給你看 它refresh 它會先問你 你問你是不是reload 如果你不過意 你按一下reload 會不會發生什麼事呢 那我們看看 你看到什麼事情發生都沒有 它所有的state都是 persist 包括我剛剛打的A 就是亂打的字都在 包括那隻app正在玩 都還在玩 所以呢 你refresh是沒事的 放心 嗯 或者你整個browser 你關了它 你下班了 這樣 那你明天再回來 你再開一次 這樣 都會在那裡 好 是啊 這個比較危險的情況 想知道會怎麼影響 OK OK 這個可以設定的 就是 Default它是 persist的 這個data 如果你是想 那些developer 它不 persist 因為可能不知道 安全原因也好 你可以在這個preference 上設定的 我忘記了哪個config 可以設定的 你可以 解釋它 我可以refresh 就 解釋它 你就來過了 都可以的 好 好 大家沒有難問 好 大家沒有問題 先 多時都比較害臭 我叫Track 是不是 是不是有些人 先等一下 我看到 我看到 Frankie 有問 是嗎 怎樣管理這個Linux Server 例如 我在這個Ubundle 建設 用Apache 革命 Clarify 不是很明白 走這個PHP加Python 意思是 你想在這個環境裡 哪個底是Ubundle 大上哪個是走Apache 加PHP加Python 三樣東西 是不是有什麼意思 它好像走了 走了 走了 好 這樣嗎 如果在這裏 Frankie還在這裏 可以都 覆蓋yes or no 如果不在這裏 我就先解釋 這個問題 我可以解釋一下 如果你要這樣做的話 你要做些什麼呢 你要做就是 去DefR 去DefR 當然你不會 overwrite這個 因為這個是用Head Linux 你會可能 第二個project 你有另一個DefR 然後 你刪除它 那你呢 首先 你不是look.js 你就會用了 Apache 對 還有 有一個PHP 你應該是Apache加PHP 有一個這樣的組合 然後這裏的image 你應該是要去 either 我們 就是 Red Hat的CredoIO 找也好 或者是DockerHub 找也好 或者你自己建設也好 可以找到一個Connecter image 或者Docker image 底是第一要設計的 然後上面 還有一個Apache 或者加PHP 那你就用回 Connecter image 的Path 這樣放下去 這個是第一個 那 Python 那Python 應該是另一個Connecter 所以下面這裏 就不是Mongo 你又變成了一個Python 那這裏又是 在坊間找到一些Python的Connecter image 或者自己建設也可以 自己设计也不是很难的,自己找个document file,然后可能是基于一个要bundle,然后找一句apt get,然后就python,类似什么,就都可以了 可以吗?Paren,可以吗? 你说完之后有些问题是我要设计几个container的时候,那些document file是要选哪些又有疑问? 这里是要想一想的,这里我会觉得最复杂的会是这里 你怎样去找container image去支持你的转据是麻烦点 坊间有很多纸别人建立了,你可以用的,但当然就未必各个公司都会用的 这件事啦,因为document file拆下来就可能有些规则 如果你说我真的要由零开始这样做,那你就可能基于一个base image 去自己建立document file,那那个base image就好像刚刚说的 就是基于我们的redhead linux做底,但这个底上是什么都没有的 就是没有其他的tools,然后你就写document file 就从这个base image,然后下面就转一些command,然后就on 那些apache,php,那些tools去,但你就要自己建立,如果要这样的话 有两个原因就是你公司不容许你这样做,不让你自己在公司取下来 第二就是你在公司找不到,那你就要自己建立 现在就未有market place,这件事,我看到trade它就好像将来有些news 就好像我记得的document,就说将来有market place 那个market place可以好像be public cloud,就是让你按键 就不需要自己建立这些image,直接在那里取下来 不过这个就应该未有,可能将来不知道有没有 对了,好,那我差不多了,我也继续一下 那最后呢,也希望今天的presentation,或者demo 都给大家多些informations,以及介绍多些关于e-gip trade 那recap一下,其实e-gip trade还有什么,其实最主要是针对三件事 第一个就是让你去on-board developer,以及加速他们去kick-start project 就不需要花几个星期才能on-board 因为你现在做的就是需要就是,你按键就不需要on-board 任何东西就爆出了 第二个就是解决你部机,我部机的问题 因为所有东西都是通过config,或者code形式去做 以及可以做version control,通过gip 所以呢,所有东西都traceable,以及reproducible 理论上不会发生你的机会,我没有机会 因为全部都是共通的东西 第三个就是保障 因为这些东西都不是放在自己部机上 全部都在k8s的cluster,或者operative cluster上 那就是变成了一些东西都在serve side 那你部机很不幸地被人偷了,或者身体的hard disk被人抄走了 都不用担心,有什么data leak 因为你每次进入这个e-gip trade,好像刚才看到 我都要lock in 那如果有些银组的用户 他没有user name password 他就进不了这个trace 他就拿不到source code 那当然啦,我们这件事就是可圈可点 我要这么说,因为 你始终如果有些人出一些橫手 譬如拿相机去拍摄,可不可以放一些都不可以 但是这些tools,或者这个工具 他也可以在某种程度防止到部分的保障 那怎样开始呢? 好像刚刚说,如果你想安排的东西 就跟上刚刚的slide去安排 我不知道将来有没有机会可以分享这些slide 我也可以的,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 可能看看Calvin那里如何安排 如果没有的话,你也可以去这个网站 其实Red Hat自己有一个免费版的sars 叫trace.opposite.io 你可以进去,就可以免费建立一个workspace 就可以试试一下 如果你是我们的客户 用了opposite的客户 我们的单线就叫做code ready work spaces 但其实它整件事都是基于一个equip street 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是做一些security hardening 做一些integration with direct head product 之处等等 但如果你要安排的话 就通过operator on就可以了 按开open shift 然后就是operator hub 然后就选择code ready workspace 然后按install 然后基本上就完了 就全自动 这样就行了 好了,多谢大家时间 今天就到此为止 这个就是我link in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都可以去add all 我也很乐意去和大家交流 和解读大家 好,多谢了 那我给你时间了,Calvin你了 好 谢谢Peter今天分享和各位参与 那 今天差不多的 不过我有点点广告的 因为 我在另一个community product tank里面 月尾29日会有个talk 是讲 传统 那个题叫什么 我忘记了 谢谢 在一个讲的 传统企业会面 如果传统企业会 讲创新的时候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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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会想做些什么 那我会 在另一个community 里讲 这些什么talk 是的 那29日 那 可能会 在个facebook 群里面 分享一下 连续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是的 多谢各位 今天 好好好 好,谢谢 谢谢 那这个视频 是会录 的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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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给一些slide 会准备给大家 那 那 影片可以看到呢 就是youtube 有个opensource 香港的频道 的 那帮忙也订阅 那 按个like 令到那个 多些人知道 是的 是的 OK OK 好好好 我们会再在这个 里面给个messag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